Hello,不羈道 今天這段影片不會有多視頻 為什麼呢?沒有人喜歡看這些 不羈道你又拍 不喜歡就不等於我不拍 沒有視頻就不等於我不講 但是大家不知道背後的原因 其實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基本上就是香港政府 基本上都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又是要我美美到來 昨天 前日到 警方自行明報 畫指漫畫誤導 這個讀者 作者專指 就是漫畫師 不是針對警方 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些完全沒有人留意的新聞 警方自行明報 指該報的專指漫畫內容誤導讀者 表達強烈關注 作者專指回應說 漫畫只對社會風氣 觀察作一般性的評論和案發 明報周二刊登的專指漫畫 描繪穿著防暴裝置的警員島 一間學校新聞校長 學生當日做了什麼壞事 校長就說做了什麼事 負責公共關係的警務處助理處長陳東 法級明報指有關漫畫可能令人聯想起 該報當日有關全灣聖方制國中學生在學校 升旗禮因沒有集隊被停課的報道 令讀者誤導該學校報警的原因 對警方產生錯誤觀感損害警民合作關係 同時極可能對校長和私生構成壓力 甚至傷害 促請該報道履行專業責任 處理有關新聞內容時 應該保持實施求是的態度 作者專指回應 該漫畫不是針對警察 而是認為學校教導學生 應該盡量循循善友 不應隨便便用高壓方法處理 只屬作者觀察社會風氣 作出一般性的論及看法 明報就這樣說 只收到警務處的信件 稱感謝警方意見 編輯部將本著專業 繼續向讀者提供準確可靠可信的新聞內容 支持專欄作家提高專業作品 整件事最後沒有結果 一警察就會覺得 你影響我的專業形象 然後就誤導什麼什麼 重點就是 其實全部都錯了 最錯是什麼 當然是警務處的陳東 公共關係 你現在搞公共關係 我告訴你 香港有法律的 你覺得他真的犯什麼法? 你就把他拘捕他 然後叫律政司 告不告單 告得我抓人 抓人就告他 整件事完了 香港講法律的 你現在這些是什麼? 你現在說人做得不好影響你 很簡單 專誌做什麼? 先不要講報紙 報紙 全世界講報紙 這些叫媒體 他有言論自由 他喜歡說什麼都可以 只要不過你那個紅線 國安法 他就沒有犯法 他講什麼都可以 實際上 是不是? 這個是的 還有 香港有創作自由 專誌做什麼? 畫漫畫 和做音樂 拍電影外來的人 看見你這樣 香港這麼繃緊 怎麼會來香港? 香港怎麼會是一個可愛之都? 怎麼會有人願意來投資? 如果我搞音樂 你那個 拉那個小提琴 拍著一支旗 為什麼不縮現起勁? 我拍一支旗 那支不是國際 但是你可以有聯想的 很多如此種種的 你聯想 你有證據 你就是抓他 如果你要這麼繃緊 就沒有創作的了 隨便說一下 明天已經夠了 等於我的影片 隨便說 很多人都以為當是秘笈 我真的 放心去拍的 為什麼? 我的內容要跟別人不同 我才有機會走到一條出路 合不合理? 同一件事情 我見沒有人報導 其實這些就是言論自由 創作自由 連什麼相片 人家真是說你 你也是 是啊 那又怎樣? 說一下都不行? 準說的 為什麼不說呢? 是不是? 究竟有沒有校長去報警? 很嚴重的 他們不來操場 真的罰了學生 說一下而已 香港人 說一下都不對 繼續繃緊 經濟就是繼續這樣 因為你繼續繃緊 好了 喜歡不羈道的 希望你們點贊 訂閱 多點留言給我 我會不斷努力學習 多謝各位